新冠疫情结束后 此前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的韩中文化交流迎来了曙光 韩国媒体界参加了上海电视节 并时隔四年联合开设了韩国馆 KBS也在进行多种尝试 为重新启动韩流在当地的推广做好了准备 上海电视节为东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际电视节活动 韩国地面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演艺策划公司时隔四年联合开设了韩国馆 大举参加上海电视节 KBS携下半年备受期待的电视剧作品《纯情拳击手》和《真的出现了》等进军中国市场 从冬季练歌到太阳的后裔 KBS的电视剧作品在整个亚洲地区掀起了热潮 另外 还有去年首夺艾美奖的《练目》 KBS的电视剧始终立足于韩流的中心位置 中国台湾GTV负责人表示 KBS电视剧以家庭和温馨的故事为主 很适合我们频道的观众 K-POP也非常具有人气 KBS音乐节目《音乐银行》四月在巴黎举行世界巡演 现场3.3万个座位瞬间售庆 反映异常热烈 音乐银行计划下半年在南美进行演出 韩国女团RA部成员张远英表示 希望今后通过更多的机会 与包括巴黎在内的全世界的粉丝见面